大家好 關於昨天的暴力事件 剛才幾位港姐都講了很多 我們文化監部其中一個主要的責任 就是對這些暴力的事件 盡量作出監察 盡量希望發起一些行動 去提醒我們怎樣去防止 或者渴治這些暴力的誕生和出現 9月28號很快我們還有兩天 就要滿月了 9月28號在金鐘這裏 很多很多的朋友 很多很多的市民 是完全自動自發地走上街頭去支持學生 但是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個已經成為香港的歷史 就是警方對著所有這些是手毛串鐵 完全沒有武器 沒有任何防範甚至 而他們的防範 當時對他們來說 只不過是防範一些胡椒噴霧 但是警方發出了87枚的催淚彈 這個行動令928成為我們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的日子 所以在這個928的滿月之日 我們希望做一些事情 我們將會呼籲全港的市民去參與我們一個活動 不過首先這個活動 我要聲明不是我們文化監部 是想出來的 就是因為這個活動 是每一個人自動自發 自創自發 在前幾天的Facebook 我看到一個署名叫做Lemon Leung的網友 他發起了一個群組 他呼籲全港的市民 在下星期二 即是接下來這個星期二 9月28號 10月28號 6點鐘 是每一個人 香港每一個市民 無論你身處何方 身處何地 就算是在室內 都希望大家 打開你的雨傘 撐起你的雨傘 刀舉你的雨傘之後 我們默站一分鐘 我們回顧這個月以來 我們的抗爭的行動 回顧這個月以來 我們所承受的暴力 回顧並肯定 我們最終的訴求 我要真普選 在6月28號的6點至6點半鐘這段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回應這個行動 一分鐘之後 希望你們繼續打開你的雨傘 如果你在室外的話 加上你在室外 如果在室外 如果在可能的情況下 拍一張照片 放上去你的Facebook 放上去文化監部的Facebook群組 放上去Lemonlearn 這一位網友的群組上 如果你不想正面出鏡 你可以用背面 這個行動 被我在Facebook上 都很偶然地發現了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相當 具意義的行為 所以我們在很快的時間下 我們接觸到這個Lemonlearn 然後你發現Lemonlearn 原來是兩個人 兩個完全毫不相識的兩個人 一個是一個19歲的學生 一個是一個年輕的媽媽 最初的時候 是由這個19歲的學生 一個人拿著一塊黑板 上面寫著一些字 就是呼籲這個行動 一個人走去旺角的街頭 默默坐在地上 希望大家去支持他 然後這個媽媽 偶然也發現了這個活動 然後兩個人一起 就在網上高發起這個活動 而這個活動 現在再加上我們的文化監部 再加上短短在十幾小時裏面 我們聯絡了超過25個不同性質的團體 我們決定將它發揚光大 這個行動完全說明了 這次我們雨傘運動 是屬於我們每個香港人的 是我們每個香港人的自主的決定 不是什麼外國勢力 所以希望在這裡的所有的朋友 將這個信息帶出去 告訴你的同學聽 無論你是大專學生 中學生 甚至是小學生 告訴你的父母聽 告訴你的親友聽 告訴你的公司的同事聽 28號星期二 6點鐘 如果你可以的 你們回來 催淚彈的現場 如果不可以的話 無論你身處香港 九龍新界任何一個地方 撐起你的雨傘 多謝 感谢观看